源頭不明個案是一個26歲男人 住在大埔廣福邨廣平樓 在崇德街的酒吧A-In Club做事 負責招呼客人 他上個月29日最後一天上班 兩天後有咳,之後康復 這個星期二去到普通科門診拿樣本包 翌日去翠和里得美壽司吃晚飯 星期四發現陽性 另外有少過10宗初步確診 3個人源頭不明,病毒量低 其中50歲男人都是住在大埔 在泰和路保瓦院興和國 上個月28日開始咳 一個星期之後氣速 他在灣仔告示打到光大中心做事 星期五最後一天上班 同一夜晚去過新城市廣場吃晚飯 他的太太在聖工會煮封小學教書 星期六開始喉嚨乾 同一天上過學校,學校會停課 今個星期計算這兩宗個案 有9宗都在大埔住 區內是不是有隱形傳播鏈呢? 可能都有機會的,因為其實全港 我們偶爾就在這裏找個案 偶爾就在那裏找個案 都可能有很多傳播鏈 其中可能有一些在這裏都未定 多了很多這些派發印本的時間 那些各樣都鼓勵大家 尤其是大埔 如果擔心居民盡量利用這些設施去做檢測 其餘兩宗沒有源頭的初步確診 包括38歲外籍女人 同家人住在余景灣以圖軒 在中環冠軍大廈上班 上個月16日是最後一天上班 之後發燒 整家人之後沒有離開過家 去到星期四 個女人覺得沒什麼想上班 去到私家診所拿釀本瓶發現陽性 另外42歲巴基斯坦家庭主婦 就同家人住在元朗良屋村徐苑 她的先生是之前的確診個案 上個月19日由巴基斯坦抵港 她聲稱與先生沒有接觸 知道她確診之後 去到博外醫院檢測發現陽性 有線理事記者陳志榮報導 謝謝